好,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,讲什么呢? 就说大家就准备一张国际信用卡,Visa或Maskat的,然后国际信用卡也是可以的,你比如说去各大银行去申请一张信用卡,然后的话呢,就是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,怎么去注册这个被保,就是PayPal,然后呢,就是比如说怎么去注册机面邮箱,手把手教大家,好,下面就开始继续,比如说第一个是注册,怎么注册谷歌邮箱呢? 我把方法呢,已经列出来了,大家呢,可以看一下啊,首先的话呢,注册五个邮箱的方法,第一个是,把我给大家这个输入的这个网址啊,然后粘贴,用这个网址去怎么样,搜索啊,搜索搜索这样一个页面之后,用一个手机号怎么样,去注册一个谷歌账号,然后用谷歌账号怎么样,登录邮箱,然后呢,用一个谷歌邮箱就机面里看不到一样, 一个邮箱啊,那总共的步骤呢,是这样的,接下来给大家,流程呢是这样的,然后呢,这个的话呢,它就是相关的页面呢,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啊,然后呢,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,比如说,大家会输入这个网址之后,会进入这样一个页面,然后的话呢,接下来就是这样的啊,比如说,选择为谁创建啊,选择为谁创建,然后呢,就为自己创建就可以了啊,然后呢,点击下一步, 它会让你填入你的姓氏,名字,还有你的用户名,这个用户名呢,对吧,你就实名填写就好了,用户名的话呢,你可以写你的姓氏和名字,只要能够通过都可以的啊,密码呢,自己去, 啊,输入一下就可以啊,然后接下来就是,呃,这边,你看,大家看一下啊,这个是呢,输入手机号,对吧,输入手机号呢,如果你是啊,大陆的,那么你就在这个,是吧,国旗的这边,这个三角到三角的下面去点一下,然后找到相对应的,对吧,国家,比如说中国大陆之后,填入手机号,下一步啊, 找到这个中国的国旗这个,填入手机号,去填写就好了啊,然后呢,我这边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, 啊,不好意思啊,我这边给大家去简单演示一下,比如说我刚刚啊,比如说我刚刚给大家输入的那个网址,啊,输入的网址,大家可以, 输入的网址在这个地方啊,大家可以输入,我给,我给大家的这个网址,然后复制,复制完了之后, 然后在这个地方啊,输到这个框里面去啊,输到这个框里面去,粘贴,粘贴之后,然后我们点击搜索, 好,然后的话呢,你就会,呃,有这样一个页面啊,有这样一个页面, 然后有这样一个页面之后呢,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Gmail的这样一个页面啊,谷歌页面, 然后呢,我们点击登录啊,点击登录,然后呢,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页面啊, 然后呢,就是,你如果说有的话,你就直接填入这个电子邮件或者电号码,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,就要创建啊,为自己创建, 我,我刚已经把这些,把这些东西呢,都截图给大家看了, 但大家的话呢,我,我就是带大家再演示一下啊, 比如说这是姓氏,名字啊,把你的这个,呃,用户这个名称啊, 你把它这个,呃,填写一下啊,把用户名称填写一下啊, 然后的话呢,就是密码,确认一下啊,比如说,然后再下一步, 那我这个呢,就没有办法再下一步了,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啊, 简单一下,简单讲一下啊,就这样啊, 大家继续,就是,接着往下面去注册就可以了,注册就可以了啊, 有什么不懂的话呢,然后我在群里面去问啊,可以的啊, 好,好,接下来呢,我们继续去讲啊,谷歌注册邮箱的方法, 就讲到这里啊,然后的话呢,就是当你有了这个,呃, 谷歌账号之后,然后呢,你在这个谷歌上面去搜,去搜索Gmail,啊, Gmail.com,然后呢,这个时候的话呢,你只要关联一下啊, 你的谷歌账号和你的Gmail.com,关联一下,这样的话呢, 你的Gmail.com就注册好了啊,注册好了,啊,好吧, 好,这个就讲到这里,好吧。